多重继承的部分,多重继承表示负类别不止一个,Java语言不止一个,特别注意Java的语言不支援多重的继承,但是西加加语言支援,但是Java语言支援什么呢?界面的多重继承,所以特别注意,这个有时候考试很喜欢考这个,问你说,请问Java是否支援多重继承,答案是否,但是却支援什么? 界面的多重继承,这个地方特别注意,那多重继承呢,是只能够使一个类别能够继承多个副类别,多个副类别,比如说这两个副类别,可以由这一个类别去做继承动作,那来看一下,那多重继承呢,在interface 里面怎么做? 第一个当然大家的名称,第一个就是界面的名称,interface 界面名称,S10后面的话呢,界面一界面二,然后呢,里面的常数跟方法一样要去做,但是不需要撰写程式,中间又逗点分开来,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例子,我们建立一个 interface 叫 I-sharp, 它继承哪一个呢? 继承 I-ary 跟 I-show 那语法的话,类似像画面上看到,那里面的话呢,就是只有一个方法,方法是计算做不长,然后呢,界面的 I-sharp 是继承 I-ary 跟 I-show 这边,那这边有个继承图,稍微看一下,OK 那我们来实作看一下这个实作的图,这个部分的话呢,我们这个部分实际上,我好像没有放到这个,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层次部分的话 那基本上,跟前一题也是类似的,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,差别只是说呢,我们一样要产生两个这个 interface 那一个是 I-ary 一个是 I-show 一个 I-ary 一个 I-show 字稍微小一点 稍微放大一下,那后面的头应该看不到,在这边外观里面的字形 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,第一个是那个 interface I-ary 跟一个 I-show 然后呢,再来就是说呢,这两个建立,那里面的话 我- 没有,我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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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,我